然后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讨论玩家的主持人Tina ACCE的理事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组委为了成员Tina 谢谢 非常感谢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想请各位嘉宾就坐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可以知道吗 可以知道的那个派人 大家都知道呢我们ACCE有一个普通话工作组 我们每年呢都会组织一个普通话的活动 所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之一呢 我们要帮助我们跟每一届新会长学习普通话 所以我们希望呢在未来的一年多月当中呢 在下一次活动时 我不知道一方现在去了哪里 他能够下次可以用普通话来跟大家进行欢迎词 那么我本身呢是叫Tina 是ACCE的理事成员之一 本职工作呢是Brand Dalton 志统会计之事务所的业务拓展经理 今天非常荣幸 有机会在这里为大家主持这个嘉宾分享的环节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将以问答的形式 由三位嘉宾共同去分享讨论 关于股权构架的一些共性问题 在活动的稍后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时间给现场的观众 如果大家有问题 欢迎在问答的环节当中提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三位重磅级的嘉宾 他们呢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 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 第三位呢 分别是我们知名的商业律师 Tony Bar 白家族先生 也是我们今天的赞助商之一 第二位呢是Frank Frank是是风源工程公司的副总裁 他也是2018年ACC杰出企业家 最具创新奖的得主 欢迎 第三位呢非常帅气的 是我们多伦多非常知名的投资人 他在Innovate做执行副董事长 Michael Michael 刘锡耀先生 欢迎各位 那么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呢 我首先呢想要求三位嘉宾 分别的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成就 以帮助我们现场的来宾更好地去了解您 我们从我这边开始 从Tony开始 我讲 大家都听过讲 我的经验就是我们是多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做这一种的股 做了很多这一种的股穿 就是相应口卖啊这一种的东西 我当时实际上我开始的时候 我都是做的大部分都是小相应的 都是就是刚开始了 刚开始组织的公司 我是慢慢慢慢就是做的多的时候就慢慢更换更大的公司 但是更大的公司来去理啊就是股穿的问题啊 有很多时候来讲我们的比较大的公司都是因为他们开始要做一些生的东西 生的重资节啊 还是有一个就是他们要做financing 事实上他自质的就是minable 自质的公司的材料穿过的不对 穿过还不穿 所以来讲我们要做这一种的工作 所以我们分享就是从捷律开始 就是认识了比较大的生意大的公司这样就去理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有比较大的图备有这一样的经验 我那是Front of Union Limited 公司的这个 实际上是总裁也是副总裁 这个里面有的缺别在里面 反正价格是问题的 那么Front of 实际我自己的背景还是从后来学了隧道 那么大家 它也是一项目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从Spitana到Walk Corporation Walk Corporation那个地铁站的时候呢 我当时在城堡上做沿途工程部 但是我主要做那个沿途工程啊 隧道监测这方面 因为那个可能加拿大已经是十五年二十年没有建地铁了吧 所以很缺少人人家就把我挖走了 但是干了两三年呢 人家呢可能觉得 我是可能 我也不能说是这种 乔不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一样的 但是整个毛泽他们系统呢都是我建的 他们觉得可能也拼得比较贵 所以他们整个系统建好以后呢 他们就把我开掉了 我当时想 就是说 我觉得哎呀 这些东西都是我做的 如果我不知道 别人肯定不知道 所以我就把我出来就自己做了 那是两千 二千一四年 从此呢 就反正做了 到现在位置 整个公司反正做了 已经做到加近五六十个人 就是所有工程类 包括建筑结构 冷通设计 所以 基本上 我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所以这个 因为我觉得花了十年时间做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也为自己感到惊讶 但是呢 在这种过程中呢 我没有什么 这种 像他们烈斯啊 或投资人在股权这边 但是我觉得有好几个经验 所以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十万的经验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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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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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是稍微就是在下一步 好的 大家好 大家好 喂 不好意思 我是Michael 首先非常感谢ACCE和Tina 和大家主持的这个活动和这个讲座 非常非常的好 我是 中国希望集团在整个北美地区的负责人 我们希望集团是在2016年收购了加拿大最大的运动营养保险品公司 Io Bay Health Sciences 当时是一个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收购加拿大民营企业是跨境的最大的项目 呃 当时呃李克强总理和这边的Q6总理那个做中加工会的时候 我们还出面去在他们两个总理之前呃 签署这个项目 呃 那是可能是有时以来加拿大就是跨境就是民营企业项目 最大的 然后呢 我也是在这边Io Bay是担任的是这边运营公司的执行部董事长 也是控股公司的总裁 然后呢 我在我们集团是担任的是这边就是战略和并购方面的总裁 那呃 我所以说因为因为这个原因 我以前我之前我是做投行的 所以说在并购投资还有股权方面是看了很多不同的案例 所以说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的讲座 然后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这二十几年来累积的经验 好吧 谢谢 麦可您再介绍一下那个肌肉科技 您这个在国内品牌 我听说啊 是不是咱们健康科技领域最大的一个品牌 是的 呃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呃肌肉科技是MuscleTech 是是我们的这个保健品品牌 是我们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运动营养的蛋白和基酸之类的这个保健品 那之前是在北美的话 和全球是一个是属于属于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 但是在国内 因为保健品和这个运动营养这个这个行业是比较一个nace 就比较还是一个比较就在初级阶段的一个一个工业 所以说呃我们当时集团收购了呃这个北美的品牌之后 我们在国内就是开始打造这个把肌肉科技现在打造成全球啊 就全中国的销售量第一的 谢谢Michael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指问主题 好多人呢一想到这个股权啊股东协议的时候 就会想到了这个夫妻的婚前协议 两个人相爱了手牵手去结婚登记 打造他们共同未来的生活 那这个时候谈钱合适吗 那如果两个好兄弟一拍即合两个人去创业 说咱们两个一块打造一片江山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谈钱呀 咱江山还没打下来呢 谈钱合适吗 那么股东协议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多重要呢 我想接下来呢首先请三位嘉宾 从你们各自的角度 我们知名的大律师企业企业家投资人 你们关于股权啊股份协议这件事情 在市场都看到了或者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首先想想讲就是这个股东协议的问题 我们平常我们客户来找我们 我们做了很多这一种的consultation 都是这一种客户啊 就是产生有问题的时候来找我们的 我们平常看到就是就是这一种股东协议的问题 就是看到就是他的公司的文件里头 我们的发现就是这三个就是不同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完全是没有股东协议 实际上他们当时他们从做这个公司 完全没想过他们将来的管理啊 将来的就是如果要退出啊 这一种问题从来没想过怎样的距离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会看到最多的就是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写的不好的这一种股东协议 为什么我写的不好呢 就是有可能他成了一个就是没有这一种经验来写的 也有可能他自己去上网啊做了一个AI啊 这一种的合约啊这一种东西 是有可能写的不好 为什么我写的不好呢 就是有很多条款 实际上就是帮助这一种股东的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然后第三种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 就是这一种的kitchen sink agreement pitching sink就是什么条款都放在里头的 也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传播的就是协议中的条款里头的时候 股东就会 实际上不合理的条款就会放在里头了 其实三种这种问题都是同样的 如果产生有矛盾的时候 实际上就只能打发出来确定了 所以股东协议这个问题 首先要先看看先谈好就是主要的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避免将来这一种的问题了 谢谢 我呢其实做过三个公司 第一个公司呢 其实跟三十个人合作 但是当时呢 大家也没有说 就像白利斯说的一样 一个人从千块钱就干了 就这种状况 但是说到最后呢 反正因为可能 这种第一 这个业务不是很成功 第二呢大家觉得 每个人都有想法 四个人就像四匹马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能力 所以实际上内耗很大 后来过了一两年来就把它 大家 但至少大家还很好 都同意解散了 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经历 第二个经历呢做了一个公司 那是跟我老婆一起做的 做了以后呢 卖给人家 当时呢 反正八十百三的股份呢 就卖给人家了 有些钱我们小夫家 两人挺高兴的 但结果呢 发现呢 我们觉得他比较大嘛 我们跟着他还能转 结果呢 八十卖给人家以后呢 人家帮我们玩死的了 因为他同骨 而且他啥都不告诉我们 而且他上市了 他告诉我 你的百分之二十没有上市 我们就怎么能用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慢慢明白 所以这百分之二十有死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的公司 那么第三个公司呢 实际上是 我接受了前面两个 是我一个人独立商业的 所以我不承担合伙人的问题 但后期呢 有一连串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经验 谢谢大家 谢谢Frank 喂 我对一个麦克风一点 货别 哈哈哈 对问题过去决定的问题 是电池的问题 哈哈哈 是这样的 我觉得刚才 嗯 franc和白律师说的都很对 然后他之前听到也也提到的 像 像我在 呃投行和投资和这个 这个 呃就是这个行业 已经有这么多这么多年 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些案例 也不同的这些股权架构 像 听到之前提到的 和 franc也说到 就是 很多人都是像 就像这个股权架构和股权协议啊 就跟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婚姻一样 对吧 因此等于是要 要 互相 理解 互相知道对方的这个需求 那我 想在座 可能各位很多很 呃因为是NCCE嘛 所以可能很多大家都是呃 就是创始人 对吧 就是创业生 所以说我想跟大家分享 呃分享一个比较 呃 比较极端的一个一个故事吧 好 就是大概2019年的时候 在疫情之前 我们公司曾经想收购一个 在纽约的一个呃 北美的一个 对啊也是运动营养的 保健平公司 这个公司的创始 当时我跟他们创始人开始谈的时候 呃他们也是一对夫妇 呃就是也就做一个 跟刚才Frax说一样 是一个husband wife 对吧 然后呢那个 谈的不错 然后但是后来经教的时候才 就一开始就发现 他们原来并不是 虽然他们是公司创始人 名字上也是他们 但是他们其实是公司 只是最最小的股东 年10%的股东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之前需要资金的时候 这公司在发展的时候 他们因为可能缺乏这个 就是有资金实力的亲朋好友 帮他们支援 他们自己的财务能力也不行 所以他们只能去跟呃就是四目 也不是四目 就是风投基金 比如说VC Venture Capital 去跟呃去找呃VC来入场 那风投基金入场的时候 在北米很多这国内也是 所有的风投基金入场的话 他们的这个条款比较苛刻 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他在那个股东协议里面做了很多 调整把董事会协议呃席位啊 然后那个他们的这些权益话语权 那个主动权操控权什么 全都给这些拦住了 然后呢这个风投基金又引入了 各个不同的这些资深的这些投资者进来 那这些投资者进来之后 他们入场了之后 那这个风投基金和这些投资者 就把这个股东协议给改成 就是整个清一色就是他们的人 然后董事会就是他们的人 那这个这对夫妇呃虽然是创始人 公司名义上是他们的 但是其实就是等于他们已经被撇在一边 等于成为旁观者 那当然我知道在座各位肯定这这情况不同 对吧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种案例也比较极端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比较极端的案例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Michael 那么经过三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呢 我们一直到这个事情很重要 那既然这个事情这么重要 我们什么时候要着手开始这个准备这个工作呢 大家都知道企业的发展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有初期快速发展期以及后期 那么在每个阶段的过程当中 我想请问三位嘉宾都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实际上你什么时候了 你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做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还没做的 但是你还有时间去比的 啊我们平常我们如果是 包括客户来就职公司 我们的建议都是同时做一个股东协议 我们也会跟客户讲一讲说实际上你要 主要你要想一想就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了 然后就开始做的了 啊 如果你没做股东协议 你看孩子很多客户都是很想得到的 我们告诉他你要想什么 他有可能都还没完全闪完 就算还没看完能长完 因为每个公司都有点不同的 每个公司都如果你是一个tech的公司 就是你有可能你的员工你有可能要给share 给他们的 你有给股权给他们的 如果你是一个平坦的一个franchise retail的公司 有可能你就不会这样子做 全部都是股权 就是你的founders都是全部股权 都是他的 所以你的股东协议会有不同的 啊 第二 如果你就是你刚才 你还没有矛盾之前 你都可以做谈得到这一种事情的 你都可以做得到一个股东协议的 当你有矛盾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可能是太迟了 所以这个 你问我什么时候做 因为还没做 现在就要做了 然后 如果你有新的投资协 新的investors来的时候 刚才Michael也讲一下 就是特别是VC 他一定会开你的股东协议 有很大可能会开你的股东协议 最大的可能是不是完全重新加 显力一分生不出来的 所以你有生的投资协议的时候 你要重新加做这种问题 特别是一个大的投资者 谢谢 这个呢我得讲呢就是 其实成立的时候就不存在 但是当公司做到 大概三十六个人了 我不是说可以说是有发展阶段吗 可以的可以的 因为发展阶段呢 我特别看了 就努力地学一些股权的书 怎么样积累员工什么东西 脑袋一热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 这个公司已经起到二十十二的时候呢 我就把很多股份呢 就卖个员工 可能就再配一遍 对吧 然后呢 当时呢有七八个人呢 就愿意弱 但弱了以后呢 那后面的三五年呢 其实我们公司很很快就从 就撒到五六十个人这个这个程度了 但是你要说 这这人增加了 产值增加 可能你原来投一块钱 后来到了我要还他十块钱了 那这些人呢 绿绿绿绿走的了 要走了 因为他觉得我真的担任 我有什么大公司啊 我要回国啊什么东西 所以我怎么办呢 把同 因为我自己也没钱 所以我公司所有的cash flow 去把这些股份什么 买过来 然后我自己呢 给公司备了一辈子 赚 就是一百多块的赚 所以 所以实际上 就把我公司的呢 现金就套空了 如果我这项发展 我会受到一些阻碍 这是我的第一个教授 其实股份这东西 作为公司来说 如果你要是能生产下来 我认为这个股份就是你的生命 以我说企业家的角度来讲 你如果股份给别人呢 像这个投资人和列子说 他很多这个协议都给你赶掉了 你根本就没权了 而且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知道 有些学校找了一个人 后来这个人把远来的搞走了 有些公司原来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manager 然后他比较厉害 把远来的老老板贴走了 这种故事是很多的 我讲这种话呢 就是我们企业家呢 真要珍惜自己的股份 当这个发转是另外一部分 发转我下面还有个教训 发转是 所以呢这是发转初期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 那么发转后期呢 也有错误 这个我可以放到最后甲吗 因为他占了时间了 好的 那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 就是当然跟很多这些企业家 和这些创业者 打交道之后 看我现在其实也在几个 那个startup 去几个那个创业公司 做他们的那个 senior advisor 就是他们的高级顾问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给他们的建议都是股权协议 一定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有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这些创业公司 特别是在这个呃 就是像之前白律师 白律师说的那个 在technology 或者是在科技领域 或者是在快照品领域的话 其实呃 人都是人 不管你在哪个领域 因为每个人都自己的利益 那你虽然跟一个合伙人一起 那那个合伙人 一开始的这个 这个肯定给你是非常 出了很非常好的一个对象 所有的目标 什么都是一样一致的 那你可能这个事情可以维持 一年两年三年 但是到了五年六年 都到你公司越来越越成功的时候 那在你成功的时候 那这个每个人的利益 角度就不一样了 对吧 那有些人那时候就想 可能就像frank刚提到 有些人可能就是 把比如说拿了80% 你百分之二把你给小股东给干掉 他你也不知道对吧 他还会隐瞒 但如果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 一个股东协议的话 里面的条款都是写的比较 呃就是有robots 就是比较非常的明确的话 那这些就是大股东 小股东之间的这些权益是最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今天在讲座里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就是 你要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权益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小股东 你有自己的权益 你是大股东也有自己的权益 不能为所欲为 对那这种情况下 一个好的一个股东协议的话 会保护你的利益 这是最重要的 对吧 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就是 你在在这方面遇到一些缺陷 或者后来这个实际上 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吸取这方面的这些教训 对吧 那当然就因为时间问题 有些故事我觉得 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说 好吧 我先去到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这三位嘉宾 诚意满满 清朗享受 所以赶紧准备好你的问题 一会儿我们一个很短的提问环节 那么既然 刚才嘉宾呢 都提到了一个点 要写一个协议 通过协议呢 来维护咱们股东的这个利 看来写这个协议呢 也是一个紧活 那么在准备这个协议的当中 咱们有点些要点需要注意的 你有一些经验可以大家分享的 我们要不然这一轮从Michael开始 可以 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股东协议里面 其实很多 就像白律师说的 有很多协议的话 是非常基本的一些条款 必须要有的 比如说什么 带领权啊 跟随权 或者是那个 董事会的分配 投票 投票权是一致投票通过呢 还是就是有大股东 就是多50%以上投票 还是66.6%以上 这下就是三分之二 对吧 这这些都是一个 股东协议里面的最基本的这些 最基本的这些办法 对吧 那如果这些这些都没有的话 对吧 那就首先你拯救时间 就未来就是为纠纷 会出铺下的问题 对吧 但是就算你有这些条款之后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就是和解 就是仲裁和解流程 这个这方面的这些这些信息 为什么呢 就是万一 因为不管你这个股东协议写的多 多就是这些权益都写的多明确 但是总归会有纠纷的时候 对吧 比如说你股东西施啊 所以这些方面就互相有不同意 就消股东的话 觉得大股东做的 虽然有不对啊 但是互相纠纷的时候 那你如果这个股东协议里面 有个明确的仲裁流程 对吧那你有arbitration 那你有arbitrator 那这些这些人可以 那你可以 可以通过这个流程来解决 你们之间的纠纷 对吧 但是就是按照这个协议里面 这个流程来走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 当然白律是可以再补充一下 很多这些细节了 但是我就从一个投资者 或者是说并购角度来说的话 我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就是 基本的事情 所以说作为创始人的话 我觉得这些基本的这些这些 这些条款必须都要有 看来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但要做好解决问题的手段 那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没什么特长 因为其实又有投资人 又有律师 他们更擅长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那有一点 就是说如果我们双方 跟双方合作的话 那最后两个人 把事情谈好了 到底怎么样 然后找双方的律师去解决 这是我的建议 我认为 我只能说到这些 所以他实说呢作为这个企业的股东 你的所有人 您自己的意愿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重要 好 当代理许 实际上一会 写的节目股东协议 我们平常就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就问 是你的投资的方式 投资的方式不单 只是刚开始的是怎么样子投资 我们也会问的就是 如果公司还要钱的 你们是怎么样子 就是不够钱用的时候是怎么样子投 是不是安倍利同啊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投啊 这个也是第一 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投资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管理 那我传门口加一颗就是 涉案率 directors 这些都是一个大股东 选啊还是小股东 有权利啊 还是安倍利啊 还是百分之六十六啊 百分之七十五啊 实际上股东协议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想百分之四就可以百分之四 你们家家同意就可以了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说 实际上教室management 就是管理这个公司 怎么样子取利的 然后我们第三个大部分呢 我想我们都想进 也是最困难讲的话 就是这个我们讲是这个exit planning 就是推股了 怎么样子推出 如果股东想推出的时候 我们exit planning 实际上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讲是voluntary 就是如果你想资质 想资源出出来的 资质想卖这个股票 我们是怎么样子做 当然有不同的方式做了 right a first offer right a first refusal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put call option 还可以的 这些全部都是细致的东西 这倒是让你真正讲的时候 你才会想想怎么样子取利的 第二个部分 比较困难一点的就是 我们讲是如果 实际上你要变一个股东出来 就是有可能他发错 有可能过失了 有可能他被告了 有可能他算不破产了 什么原因都有可能的 这一种的都是 这比较困难一点 他们出来的就是 如果你要逼这个人走的时候 怎么样子做 这个当然要有不同的东西 有sharking class 有这一种的 inactive shareholder 你还可以做一个我们教师 差不多是一个penalty的class 但是我们不可以教师 penalty 你还可以的 这一种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方式来取利 股东协议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 我们讲是flexibility 就是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做 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取利 所以专业的事情咱们还要请专家 请专业的人士来做 那么我们的我本职的工作呢 是一个会计师 我有很多的客户啊 他们确实准备了股东协议 准备好之后呢 就把这个协议 放在办公室的某个角度里 数值高格 让他在那慢慢的机会 没有用 那既然咱们会 花了这么大的时间和精力 准备了这个协议 咱们这个协议怎么用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股东有什么优势呢 请三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轮咱们还是从外口开始 说有什么优势 就是这一点呢 故事呢 稍后要请Frank来讲 但是从您您的这个角度来讲 您作为投资人进来 大家签了这个协议 您怎么看这个协议 您怎么用啊 还是您签了之后也不用了 当然对我来说 股东协议的话 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再看 当然对吧 因为你没有问题的话 因为是这样的 股东之间 如果都是合作得非常好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去 遵守这个 比如说你是大股东 小股东对吧 你需要你投票 你投票对吧 你如果是unanimous vote 就是一致性通过的话 那当然就投 但如果是66.6% 或者是75%的这种super majority 那这种就是你作为大股东的职责 对吧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重点的话 就是就像刚才呃 白律师说的 就是你的 在退股方面的话 你可能这时候会有些纠纷 对吧 比如说大股东想退 想小卖 小股东不愿意 或者小股东想卖 大股东不愿意 这种的话就是先我说的 drag along tag along rights 对吧 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你要有那个带领权 或者是那个就是跟随权 就是比如说大股东卖了 对吧 就像刚才 说到的呃 如果大股东上市了 你也小股东也也有 也需要有这个权利 就是跟随大股东去出去 对吧 那或者是你 你是大股东想要卖 但是小股东不愿意卖 那这个时候 你你就需要有这个带领权 对吧 带领权就是你可以你出 你你把这个小股东带 带着一起出 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就是这个抗议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些都是 我觉得刚才 白礼师和French 也说到的就是这些是比较重点 就是你在未来就是出股退股的时候 或者是公司被收购的时候 或者上市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是变成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你需要考虑 当然需要有关专家 帮你们协调和和就是明确的就是了解 这方面的这些这些权益 好吧 所以Michael是不是可以解释 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协议 有了这么一个武器 我们虽然平时可以不用 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那里面有多大的权益 什么时候可以用 所以这个知识是要留在脑子里的 不说签完字这个合同对你来 不用 但是说实话所有的合同都是这样 对吧 所有合同你签了之后 里面的基本上知识你需要知道 但是你不需要每天看它 对吧 是的 谢谢Michael 知道吗 Frank呢我知道 他有一个小故事在这个环节 想给大家分 都给Frank一点事件 我觉得呢 Marco说的很对 比如股东不纠纷的时候 谁都想不起来这个东西 放了可能五年十年 最后发现 有问题了 然后然后就说不清楚了 然后拿出来一点人家对 那么我现在就开始在里面 所以到了这个合同呢 我认为是我的说话 就是因为 比如说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忍到他往往双边些 我就说成功的也是你的性格 十八也是你的性格 我是说这种大口吃了大我喝酒的人 所以相对来说 比较有些细条的人 他扣得很少的 另外一个股东呢 他现在就扣得很少的 他现在就扣得很少的 所以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在这个纠纷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对我公司上升了第二次上海 第一次上海 我说到 因为我也没有问 要是早期认识 把脸色就好了 假如说他什么时候 可以再一块钱 再忙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 但是这个呢 现在就是一个教训 因为当时就是扣得不够细 其实我就是还是刚才 那个 就是说的 就是专业的事情呢 还是请专业人人做 这点钱呢 千万不要省 真的 如果你要如果省这点钱 那你可能省就是五十万 几百万的问题 好我我现在因为当时 我还有其他武器这个官司 我相信我还是有些性打赢的 对不对 但是呢你的个人你的家庭 你公司所有的人员 就为这包括正常的用行 有这么一个官司 那么你整个公司就是 就是金逼勒劲吧 我觉得说对不对 就是哪怕你打赢了 我就是他打赢了 那双方都是打 他可能是小股东 可能十个percent 五个percent 但你可能六个percent 七个percent 那你的省上就是很大 对吧 你对你的公司 整个公司受到的影响 就很大 所以呢我这 就是说 其实我就这一点呢 我用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体会 因为这个股东是什么呢 是中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实际上我一年营业额都 几百万以上的时候 因为有技术上的需要 我就把它拉进来 而且呢 讲实话 我个人觉得给它非常好了 一年给它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啊 想想如果它更做得好的话 它可以至少拿几百万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呢 我当时 等人家了解一下呢 有人说他的 反正就我觉得 除了技术以外 更考虑个人的人品啊 我真的这么说了 也许人家有人说我人品不好 但是呢就说 你知道感觉就是 我觉得毛主席讲句话 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 你知道这个人的过去 就应该知道他的未来 我最近一直在学 毛主席女儒说什么 真的 如果要是我当时 就是参应自信 我就在要 跟不要他之间 就是 就在很大的矛盾之处 而且呢 我当时呢 他身体工资 完全我也看得出来 但是我就是想 当时一门心思想把这个 这个公司夸大 就是说那种 那种 公司呢 刚好就是 发责很快的时候 也很需要人才 我想把它绑定 就这么一个 very better idea OK 所以引起了自己 很多纠纷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如果你能高兴聘请他 绝对不要股份 不要给他股份 那就是说 哪怕你同样的钱 我更多的钱 你最好用高兴聘请他 他有技术 因为这样的话 为什么有个好处呢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 就是说 因为这个公司 毕竟我是大老板 我有很多的想法 因为他的想法 不可能 人嘛 肯定有差异的 也不是说他对他错 但是你在做些 你的想法过程中呢 你受到了很多的干扰 那么对公司 社交都是个滋后滋后滋后的问题 所以呢 通过这个事情 我想给大家建议呢 就是说 如果实在 你第一选项 你不要增加股东 你可高兴给他 哪怕十万二十万 二十五万都可以 因为你要用他嘛 这样赚钱赚过来 大家分嘛 无所谓 这是第一条建议 第二条建议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实际上呢 如果是人工的问题呢 你们不单止用股东协议的方式来做的 我们平常决定的就是 因为你的公司的股票 都有很多股 可以有不同的利别的 利别的就是 Different classes of shares 这样子 所以你每一个class of shares 每一个利别的股 你都可以有不同的权 你写在你的公司 注资的文件里头的 所以这一个是 其中一个方式来去理的 我们当时就是 问题就是 做这个股东协议 如果有什么主要 当然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矛盾都没有 你存在都不会看的 这个就是最好最好的方式 这是做后备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的时候 你真的要慢慢重新再看看 我给一个例子给你们 就是刚刚前几个月 就是刚刚判好 发同一个例子 就是 刚才就是一个小股东想 就是离开这个公司 这样从大股东买 买他的股票 大股东这个股地 就是按股东协议来做了 他觉得他按股东协议来做 就做了一个平股 就是看看这个公司 是值多少钱 做大股东做完这个平股之后 就告诉小股东 我就按这个价钱来买 就你的股票 小股东就讲我不愿意买 我不愿意让这个价钱买 然后就大股市了 商店的时候 他就讲小股东是贵的 他不用买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这个平股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一个大的平股公司做的 没问题 当时你的股东写一次写 你选的平股是appraiser 你一定要顺便放同地才能损 同时你当方便同地就处理取得到 就是为了这个小小的问题 大股东就没办法买 就这个小股东 虽然就是刚开始是小股东 要从他买的都会没办法做得到 所以主要是什么样子 就是如果有这种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首先要拿你的文件出来 重新再读看看 问一问一个路 实际上真正的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还有实践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按时间来做的 特别如果你是用这种便便了出来的 这种的shock and cause 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每一天的事情都算得很好的 然后就是要全程遵守这个合约 来确定才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你确定是现全部的东西做得到 你就是对方实际上 你不会没办法打的 谢谢你 那刚刚的白律师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不同类别的这个股份 那在这一点呢 从财务和事物的角度来讲 我给大家补充一点 如果在座的企业有贷款 跟银行贷款的时候呢 你们需要按照一定的会计准则 来准备这个财务报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公司可能发现了一类股票 叫做可赎回优先股 可赎回优先股呢 在满足这个可赎回的条件下的时候 在财务报表上 他就不可以继续显示为股份 要根据这个可赎回的金额 刚才Frank讲的那些钱 来显示成你的负债 那么这个财务报表 由股份到负债的这个这个调整呢 会严重影响到您当年的一些财务数据 有可能会为会满足不了银行贷款的这个需求 我们今天在座各位里呢 有很多银行界的朋友 我相信您在这一点上是有一定共鸣的 那么同时呢 提醒我们在座的企业家 如果您在座这个股份规划的过程当中 也要问问您的会计师和税务师 这件事情除了在业务上有多大影响 在您的财和税上 税务报表上 银行的责任上 您是不是能够达到满足